男人到了中年必須知道五條 人性鐵律 你夠不夠膽來聽聽呢? 第一條 你想跟人講道理 你就要做得給他 往往可以令你收爹的 不是道理 而是身份 這個社會大部分的人都喜歡聽成功人士給的建議 而不是失敗者的意見 你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你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和地位 第二條 你遲早都會被取代 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鐵板碗 時代不斷在進步 任何的工作都會被取締 趁年輕 多點積累自己手裡的籌碼 不斷提升自己 而不是一美地做重複的工作 年輕的時候學的本事越多 未來的路越好走 第三條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問題都是要用錢來解決的 人和人之間的交易其實就是一種利益互換 當你想解決問題的時候 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花錢 最傻的方法就是不斷和人家打感情牌 又或者是免費索取 那些只懂得索取 又不捨得花錢去解決問題的人 永遠只配在躲在底層 因為他掩著的荷包 又不想付出 又不想努力 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第四條 所有人物關係都是假象來的 沒有哪條人物關係是永恆的 靠山 山會倒 靠人 人會跑 唯獨是靠自己才是最可靠 所以不要總是想依賴別人的關係來獲得成功 而是要用自己的實力來贏得別人的信任和尊重 還有 和你有本事的高手建立人物關係只有三種方式 一是你就具備和他有同等的財富 一是你就具備他需要的資源和能力 再不是你就具備和他同頻度的智慧 如果都沒有的話 他理你也傻 第五條 再好的朋友幫助你手 你都要懂得送禮 又或者是請他吃飯答謝 這些叫做禮上往來 這樣這段關係才會長久 而不是一味只懂得索取 或者是不懂得感恩 記住 那些令到你在人情方面欠他的人都是高手 因為人情債是最難還的 你欠了就要主動還 等到他開口叫你玩 不方是好事來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碗雞湯 而是一個巴掌 豆瓦升過來刮醒自己 比一碗雞湯更加有用 在這個社會立足 最重要的就是洞察人性 懂得人性 就可以無枉而不利 為什麼收藏關注我 學到更多自慰之道 下期再見